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雨 去年的2月9號我把我的車機從原廠的換成了外廠的安卓機 那我用的是MBQ的B222這個型號 那個時候就有很多人說 這種安卓車機啊 只要用個一年兩年 它就會鈍到不行 那今天已經是2022年的6月18號了 剛好我們今天要回原廠保養 那我就給大家來看一下 用了一年半之後 也不到一年半啦 大概一年四個月之後呢 這台車機目前的狀況到底會不會鈍 然後也跟大家分享幾個 我自己認為如果你想要讓車機長久用下來是比較順暢的 可以有哪些重點去注意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好啦 這就是我的車機 現在是2022年的6月18號 然後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導航好了 導航把它開下去 那裡面它內建是導航網 然後一打開馬上就定位完成了 那再來呢 我們看一下應用程式裡面 這個你可以自己去滑動 其實整體來講操作還是非常順暢的 然後這裡面呢 我們可以開個YouTube 那YouTube它就比較吃網路的速度啦 我現在是連手機的網路 但是呢 打開來看還是沒什麼問題的 好 那一樣可以把它放大 那為了我上字幕方便 我把聲音先關掉一點 這樣才不會辨識到很多人的聲音 好 所以呢 這樣子看起來好像也是沒什麼問題的 那甚至說我想要往旁邊滑啊 那這個就是看網路的速度啦 這個東西比較不是它機內的速度 那我裡面現在是沒有放影片的啦 所以你播不出影片來只有音樂這樣子 因為我平常都是直接 就用YouTube去播我想要播的東西 所以這個整個操作下來 其實基本上都是非常順暢的 好 那我們現在因為時間差不多了 我跟祭司約9點 我要趕快先過去 然後等一下再來繼續跟大家分享說 如果要讓你的車機可以用比較久一點 然後讓它是可以維持一個比較順暢的狀態 應該要注意哪些地方 那我們先出發 好啦 在出發的路上呢 順便來跟大家聊一下 第一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呢 是你不要在車機上面裝Facebook 或者是LINE這一類的通訊軟體 因為這種軟體它在使用的過程中 它其實會越來越肥大 因為你每一次在用的時候 比如說你看一張圖片等等的 它其實是會下載到你的車機裡面的 那你的車機空間就會越來越小 那垃圾檔案堆積多了呢 它當然就會越來越慢 這個是非常正常一件事情 包含電腦其實也是一樣 電腦剛灌好都是非常快的 那隨著大家使用越來越久 然後灌的程式越來越多 就導致它會越來越慢 所以第一個就是 不要去在車機上面灌這些其他的軟體 因為你平常開車你也不可能使用Facebook 也不可能在上面傳LINE 這個東西是你開車的過程中不能去使用的 那如果你是停在路邊的話 其實你用手機就好了 所以這個東西呢 是第一點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先幫你洗我可以嗎 好 OK 拜拜 好啦我現在回到店裡了 今天是禮拜六 所以我是要開店的 所以我們就回到店裡面 那剛剛保養大概是換了機油跟變速箱油 算是大保養 所以花了比較多的錢 整個用下來大概7400多塊吧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完了第一點 現在來講第二點 第二點就是你在選這個安卓機的時候 一開始你就最好可以買到中高階的機子 你不要去選低階的機子 那低階的機子它雖然比較便宜 然後你可能當下剛裝好的時候 也是能夠順利運行的 但是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它的安卓版本可能比較低 那我們的軟體它其實在更新的過程中 它會對安卓的版本有要求 所以呢 如果你還在用安卓8或安卓9的話 那可能很快的 你的軟體譬如說Play商店 譬如說你的導航網 這一類的軟體升級上去之後 它對安卓的要求變高之後呢 你就沒辦法用了 那我們的車機基本上一裝就是好幾年嘛 因為你不太可能 哦我每一年或每兩年就換一次車機 因為它跟我們換手機不一樣 換手機就很簡單換掉就好了 可是車機你沒辦法自己換啊 你還要去找師傅安裝 然後還要拆掉原本的機子 那這個過程呢其實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呢你的安卓機最好是一開始就買中高階 然後比較新款的 那另外一方面 這個安卓的升級呢 它對效能的要求也會提升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就買剛剛好的效能 那你到後面你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升級之後 它開始效能不足開始卡頓 所以為什麼我之前那一部影片有跟大家提到說 買安卓機的時候最好是可以直接買到中高階 而不要去選入門機款 其實有一部分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哦 好啦我現在回來了 那接著呢我們來講第三點 就是如果你平常開車頻率比較高啊 然後你每一次開車的時候 車子一發動 那個車機都是秒開的話呢 那就表示你的車機其實從來沒有關機過 因為我之前有講過 所有的秒開 它其實就只是進入待機狀態 它並不是真的關機了 那如果你的車機長期沒有關機的話 其實它的記憶體就會慢慢累積一些垃圾出來 所以你最好可以每隔一兩個禮拜就主動的把它重新開機一下 那你如果開車頻率沒那麼高 它偶爾呢是會真的關機然後重新開機的話 那就不需要特別做這個動作 識別的方法就是看你發動車子的時候 它開機需要多久的時間 如果瞬間就打開的那種 直接進到工作狀態的那種 那個就是屬於所謂的待機狀態 那如果它有一些LOGO跑出來啊 或者是說它花了十幾秒二十幾秒 甚至三十幾秒 它才進入工作狀態的話 那就表示它是真的有關機然後再重新啟動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不用特別再去幫它重開了 好啦那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三個 我覺得如果你想要讓車機可以用的比較久 然後又可以維持一個順暢的程度 可以注意的幾個點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我是屬於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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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